射言法师常说 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恶劣 我们的内心是无限的宽广 有无穷的智慧 无尽的慈悲 这句话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是不简单 让我们请教射言法师 我们应该如何开发 我们内在的智慧跟慈悲呢 心中如果有东西 心中就有阻碍 就不能够宽广 不能够开朗 不能够有智慧 有智慧也不会有慈悲 如果心中无 那就是海枯天空 心中如果有什么东西 第一 你要拼命地追求 拼命地追求 永远追求不满足 而又追求不到 没有办法 让你称心如意 那是心中有污 虽然你没有追求到 但是你想要追求追求追求 另外一个呢 想要丢掉 丢不掉 你想讨厌啊 很怨恨啊 但是呢 你就离不开它 它永远定着你 黏着你 卡着你 堵着你 你想哪一边转 重视它在你面前出现 就好像是 苍蝇脑一大堆 你打到这个地方 跑到那个地方 你挪到那个地方 它飞到那个地方 它钉过来 转过去 都是在你的 鼻孔啊 眼睛啊 嘴啊 身上啊 到处都在 在找你的麻烦 这个时候 你就很痛苦 你就放不下 你打它嘛 你脸上打肿了 但是苍蝇没打到一次 你就要赶它嘛 你手已经很累了 苍蝇还是飞得很高兴 在像这种情形下 你一定很痛苦 这个时候 你心中还有智慧吗 心中还有慈悲吗 不会有聊 但是 环境怎么样 不管它 你心中无关爱 你就很好 同样的有苍蝇 我就拿苍蝇来做比喻 现在我们这儿没有苍蝇了 到了乡下就有苍蝇了 到了印度就有苍蝇了 到了中国大陆也有苍蝇了 你往那边一坐 就可能苍蝇转转转 我的办法是这样子 反正是你要欣赏我的头 还是欣赏我的身体吗 或者让你欣赏 你放心好了 苍蝇不会把你吃掉的 苍蝇你们知道 蝇的头上面 一头的什么东西 你们猜猜看 一头的鸟粪 你们诸位看到的蝇像上面 很庄严 好像是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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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叫做什么 瘸顶 瘸是什么 麻瘸 喜瘸 我想是就是小麻瘸吧 它因为住在那个大树下 住在这个野外 它坐在那边 几年都没有动 它的头发长得很长 鸟啊 已经在上面坐了窝了 这个在上面改了大便 所以是呢 一个一堆一堆的大便 所以 斧头 着粪 听过这句话吗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头上 看起来是庄严 其实 就是鸟粪 就是叫做 瘸顶 它 有这样子的功夫啊 它就没有想到 这个鸟在头上 撒的大便 是很讨厌的事 它不管它 这是好好的用功 好好的修行 所以它没有再想到 这个身体是多么的重要 或者是多么的需要怎么样干净 它这是一心一意的 心清净 是最重要的 身体怎么样子没有关系呀 心里没有杂念 就是清净的 没有烦恼 就是清净的 身体上没有做坏事 是清净的 没有说坏话 是清净的 不做恶 就是善意清净的 因此头上有一些 什么脏的东西 没有关系呀 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环境里边呢 怎么坏 怎么脏 怎么乱 而我们子弟的心里 都不要受它的影响 心里要清净 子弟的口不造一 身体不造恶意 我们的 就是清净的嘛 身心清净 三一清净 而心中无 因此呢 心如虚空 心如太虚空 而并不仅仅是 心如大海 大海还是有限的 太虚空 无限的太虚空 心中啊 因为没有东西 没有什么 没有需要追求的东西 没有需要拒绝的东西 没有需要抵抗的东西 没有需要 移开什么东西 什么叫智慧 智慧呢 不期烦恼 自己不受环境影响 而去烦恼 这就是智慧 有了这样的智慧呢 对于任何动物 都会有慈悲心 不要说是对于人 不仅仅是对于人 不仅仅是对于人 对于任何生物 任何动物 对慈悲心 为什么 它没有一种 抗拒性 它总觉得 所有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无耳无别 同时 一切众生的苦恼 痛苦 它看得清清楚楚 众生需要帮助 需要救济 愚痴的众生 它不知道 需要救济 那这些众生呢 正是更需要救济 因此 说大慈大悲的菩萨 一定是大智大慧的菩萨 智慧 是心中无窝 没有敌人 那叫做慈悲 没有敌人 没有想要处理的人 这个叫做慈悲 而要帮助的一切众生 这叫做慈悲 对自己来讲 没有什么需要求的 没有需要拒绝的 那叫做智慧 这个很不容易的 但是呢 我们学佛的人 就是要说慈悲 就是要说智慧 这个很不容易的 ater霆 就是要做智慧